是不是有点丑啊 我也觉得不丑 这个我男神 有倒霉孩子让人家李光头干什么 先自我介绍 主人好 大家好 我叫韩西来自北京 你干嘛让人家李光头干什么 当时就是我和一个女同学出去吃个饭 就非常非常普通 然后她就突然又给我打电话 说韩西你出来我要跟你谈谈 然后我就出去了 然后一出去她就对我拉拉扯扯 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多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和别的女生出来 然后说为了我她什么都愿意做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一句 你要喜欢我应该 你把头部给我剃了 我给你摘起 我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你明明知道 她为你干了很多疯狂的事 我也真没想到 你怎么还能提出让 你本来是没想让她理是吧 你看白理了吧 我理了之后 她就能看出来我的真心了 但是这会儿她真理了 你怎么收场 你害死人呢 接下来我别多我也不多说了 我希望你把这两年过程当中 所有累积的话和沉淀的话 用负责任的方式 在这个舞台上做个了断也好 是一个新的开始也罢了 你给我把它给说清楚 站到你的位置 站到你的位置 好好说啊 接下来是张月的告白时间 韩西 你那天跟我说 你只要把头发剃了 我们俩就在一起 我不知道头发对 对于你来说 是个什么概念 她陪了我 几年 但是我愿意为了你剃了她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是不是 就要像那天你说的那样 要跟我在一起了呢 韩西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小队 这两年你为我做这么多 每次都是这样包容我 体贴我 我真是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因为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我心里都很感动 我都明白 说实话 跟你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心的 其实 我冲你发皮 白脸子 你第二天还是 该对我多好 对我多好 一直在付出 不求回报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 不想辜负你 我也想 告诉你我这两年 心中的答复 给你一个正式的交代 我 我强迫过自己喜欢你 像恋人之间 但是我一直感觉就像 对你的感觉就像 对妹妹一样喜欢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咱俩全部能在一起 不可能 韩西不可能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为什么在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要帮我带热水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在我发烧的时候 你还陪着我 你还帮我送到医院 还守了我一夜 你都忘了吗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可以错的 那你生日送我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因为你当时送我的东西 特贵重 然后我觉得女孩 他不是贵重 那是心意 对不起 小月 我不用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一直把你当作 我好哥们 一直像那样对待你 我不想当你的哥们 我不想当你的朋友 咱俩只能做朋友 我为什么只能做你的朋友 你人很好 你对什么事都好 对身边人身边事都很好 但是感情不是墙逼出来 就能有的 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关 否则我早答应你了 小月 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你做的都很 我喜欢了你两年了 我知道你两年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啊 不想失去 你而不喜欢我 为什么告诉我 踢了头就能跟我在一起啊 你而不喜欢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让我穿了这么多人的面前 跟你表白 你再告诉我啊 我希望我哪里不能做你的女朋友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再也不行了 小月 你为我把头发剃了 为我做这么多事情 我今天来 也是算对你做一个公开的交代吧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稍等 稍等 稍等 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理你爸 我觉得 还他一个光头是吧 对 对 对不起 想表达出你歉意的诚意是什么 我不用你理光头 真的要理吗 也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把我心里想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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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理吗 你为了不跟我在一起 你为了不跟我在一起 你为了头发都不要跟我在一起吗 那我跟你理吧 要理就好好理 站过来 拿凳子 拿个凳子上来 边理边想清楚自己的事 你头发别摆理了 好吧 你也是不是 你也是不成功的 你还是不成功的 你还是不成功的 可以 我会不成功的 你也会不会这样 你也想不成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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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